大家好 接下来我来和大家分享一道 豆椒金针菇 我们知道豆椒金针菇的主要材料就是这个金针菇了 然后我们会搭配一些 香料 比如说这个是松子 这个松子已经烤过了 这个是我们自己制作的这个蒜香油 这个是新鲜的蒜头末 这个是 葱末 这个是 芫茜 那这个红辣椒最最最主要的就是要 制作我们今天的这个豆椒用的啦 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新鲜的豆椒酱 我们先用刀背把这个 新鲜的辣椒给它拍扁 这样子给它拍扁以后 然后再用刀背 给它剁成末 要用刀背 不是用刀尖 就是这样子 把它拍扁 然后再用刀背给它剁成末 那我们剁成这样子就可以不用剁得太脆了 好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些 剁好的 新鲜的辣椒 和这些白糖 盐巴 还有高粱酒 然后再下点这个蒜笼 啊下去拌 给它拌均匀 非常香 非常漂亮的这个 豆椒酱就做起来了 我们做这个豆椒酱的时候 里面盐巴可以稍微下多一点 因为这个是酱 是一个 可以长期保存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稍微下咸一点没关系 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做这个 豆椒酱金箱 我们把这个金箱 放在水里面 烫过 所有的人工精 都要在水里面捞过 我们把锅开大一点 好了这下子已经熟了 我们就给他捞在这个肉刀上 备用 我们把这金生菇装在盘子里面 然后我们开始来制作这个豆椒酱 我们把刚才这个做好的新鲜的豆椒放在锅里面炒 一下油哦 先给它炒 我们火开大一点 把这个新鲜的辣椒炒出这样 最主要是要把这个辣味也炒出来 好然后酱油拌均匀以后 这会儿我们下什么呢 下这个香油 因为我们现在是最主要还是制作这个辣椒酱 然后辣椒酱香油下去以后 哇塞超级香 非常的香 这个酱我们没用完的话 同时可以打起来保存着 然后这会儿已经完全制作好 这会儿我们撒一点葱花上去 很好很漂亮 好嘞 这会儿我们就把这个豆椒酱给它淋在这个金针菇上面 不用太多 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 然后这会儿我们在上面加点松脂或者芝麻的话 这样子吃起来会更香 然后我们在上面再放少许的盐烯 然后我们吃这个金针菇的时候 拌一下拌着来吃 拌着来吃就非常好吃了 这样子一道香辣可口美味的这个豆椒拌金针菇 我们就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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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